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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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 第四百六十页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毁谤宋佛华经的果报 毁谤宋佛华经的人 他的果报 上礼拜提到这个地狱报 又提到畜生报 现在呢来提到这个 如果他地狱报报完了 地狱报在上礼拜提到 他除了无间地狱 先经过这一节的无间地狱之后 是一定受的 然后呢还要转到其他地狱 再继续受 辗转更生 然后从地狱出来之后 夜报在地狱的夜报 进了以后 他又转到畜生 畜生又做那种 很没有福报的畜生 那畜生报又很长一段时间 又回到 如果有在做人的话 做人当然已经很难了 但是假设他有一线 一种一点点因缘 能够做到的人类的话 那么他的果报呢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 看这个四百六十月经文 人类的正报 若得为人 诸根暗顿 琢肉 软臂 盲龙 背语 有所言说 人不信寿 就是说 如果说他 由畜生报 进了 转身 就变成人类的话 那么他是 诸根暗顿 就是六根 都暗顿 很迟顿 琢肉 软臂 这是指他的长相 盲龙背语 他的长相就是 会挑肚 然后很琢肉 盲龙背语 也盲也龙 然后有所言说 人不信寿 有什么言说 人也不会去相信他 口气长臭 就是口常常发出臭味 这种臭味不是身体不好的臭味 这个臭味是 他就是一直都这样 这种不是属于 像有些人胃不好 胃不好 他也会有口的臭味 但是他这个不是这种 这种他就是 他走到哪儿 他就是有个臭味 这个也消不掉的 也很难消掉 因为这是一个果报 身体就会发出这种 但是有些人呢 他走到哪儿 身体就会有一种清香 不过这种人 记载上是有看到 现实社会里面 可能比较不容易看到 然后这样子 他口气长臭 然后鬼魅所着 就是很容易会给鬼魅所附着 因为他这个佛报比较浅 就很容易受到 无形的鬼魅干扰太重 贫穷下见 这个佛报比较少 他就会贫穷下见 鬼魅人所使 他就是做别人的努力 多病消瘦 身体当然是又病又瘦 无所医护 那就没有人能帮他 也没有这个可以依靠的人 虽轻腹人 人不在意 若有所得寻护忘思 说虽然他能够去跟人家 如果就算有可以靠的人 那么他也不会被别人所重用 如果就算他有所得到一些佛报 一些工作 寻父忘食 那他还是会遗失掉 若修医道 顺方治病 如果他修这个医道 就是 就是学世间的这个医的话 那个学世间的医道 想要治疗 想要治疗世间的人 帮人家顺方治病 帮人家开药治病 你还更争他几 还让对方更严重 所以当医生 他还是要有点福 你才能够帮忙得了众生 如果他自己过去造的业很重 就算开对药 别人也不见得救得火 反而还会误人性命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这真的很奇妙 我们不是常常有一句台语常常讲 生息元朱郎厚 意思就是 这个人如果就算这个医术 他不算医术普通 可是他却能够医道 把一个重症给医好 所以这也还是要看一个缘分 所以这医生本身 他真的要有一个福 也是要有点福报的 更争他及后复致死 甚至误了人家的生命 若自有病 无人救了 涉服良药而不争据 若自己他生病了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他 就算他吃到好的药 也还可能更严重 还可能让他身体又更严重 所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这个业障病 业障病是很难医的 是没有药可医的 他只有拜佛 礼佛 这个我是非常相信 业它就真的是一个业 就算吃很好的药 它可以让我们身体 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不久之后 又会回复原来的样子 所以这只有靠礼佛拜佛 然后多做这个行这个善 才能慢慢改变 若他反例 超级怯道 如是等罪和你其秧 如果他遇到别人做了坏事 别人做了坏事 若他反例别人做了坏事 那么超级怯道 做这样子的抢劫怯道的行为 那么这样子的罪 他会连累到他 横里其秧 他会受到连累 受到连累 所以像这样子 就是他学医 或是学世间的所有的东西 刚刚之前有一个 虽亲妇人能不在意 若有所得寻父忘死 这个若有所得 也包括了他学其他的 世间的其他学问 功巧 或是学佛 或是学其他的东西 那么都很容易就忘掉了 是失去了 所以这边 就算他 别人抢劫 也会连累到他 让他能够也遭受其殃 如是罪人永不见佛 像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恶业深重的 他永不见佛 很难再见到佛 众圣之王 就是佛那是众圣之王 说法教化 他没有办法见到佛 来说法教化 如是罪人长生难处 像这样的罪人 就长生到难处 八难 八难的地方 就是佛前佛后的难 世智变虫的难 地狱的难 恶鬼的难 畜生的难 茫荣阴雅的难 北巨如洲的难 常寿天的难 这个都是难处 所以底下狂荣兴乱 也是难处 永不闻法 予以无数节 如恒河沙 身则荣雅 诸根不惧 这个也都是难处 所以你看 只要邦法 邦这个法华经更重 邦法华经 比邦其他的经还更重 还更重 所以这个 这是我所看到 到所有经典里的 邦 所有的罪业 最重的就是邦法之业 邦法之业 里面最重的 就是邦法华经 比邦佛还严重 很严重 所以这个是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个邦法华经 还包括邦 宋法华经的人 所以大家 在我们四众弟子里面 我们在佛门当中 会认识很多人 我们一定要 谨守我们的口业 谨守我们的口业 因为 大家在未来 他都可能成佛 那么他也可能 度到他有缘的众生 如果我们口业没守好 可能对方有点小过失 我们就一直 一直毁谤他的过失 那可是他有很多优点 可以度到 跟他有缘的人 那我们 因为他有点小过失 我们毁谤他 那 那可能他就会 也会障碍到 跟他有缘的人 那这样也不好 所以人 一定要互相的能够 互相勉励 互相多包容 这个才是 比较重要的 况且 能够接触到法华经 他未来 举手低头 在佛门中 举手低头 不只是法华经 他只要在佛像前 寺庙举手 一举手 一低头都算 都可未来皆可成佛 所以我们一定要 互相多勉励 也互相多保护 也保护人家 富人家之名誉 这个很重要 好 而且我们看到的过失 也不见得是过失 我们常常 常误以为是过失 还有一些也是误会 有一些误会 有一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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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 有些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那这种呢 那又更不好 所以在佛门当中 其实我们 我们只要在这一点上 很留意 谨守我们的口业 那大概 这修行路上的障碍 就会减少很多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下面呢 下面呢 是其他的余报 常处地狱 如游园观 赞于恶道如己色宅 驼驴诛狗 是其行处 棒施金雇 获罪如是 如果我们 就是毁谤这个 法华经 以及送法华经的人 那 他呢 常处在地狱 就好像 我们到公园里面去玩一样 那么经常 战于恶道如己色宅 在这个三恶道当中 就是畜生到恶鬼道 就好像 好像走自己的房子一样 驼驴诛狗 是其行处 就是畜生 他的那种 这个状况 就是他的行处 棒施金雇 获罪如是 若得为人 盲龙英雅 贫穷朱衰 以至庄严 就是就算做了人了 那么他以什么为庄严呢 就是以盲龙英雅 以及贫穷 还有各种的 福报少的状况 朱衰 各种 比如说他 人士 人士的福报比较少 钱财的福报少 还有身体的福报 健康的福报也少 这个呢 都是朱衰 那一致庄严 这个呢 就当成他的庄严了 水肿干硝 借赖 庸居 如是等臂 以为衣服 他把什么当衣服呢 就是 他的身体的水肿 以及干硝 硝呢就是 比较瘦 借赖庸居 就是他的皮肤病 以及长的龙疮 如是等病 就当成他的衣服 以这个为衣服 身肠臭臭 够会不尽 身呢 身体呢 常常有臭味 而且也够会不尽 身着我见 真意称会 身身着我见 也更增加他的称会心 隐喻至圣 不择禽兽 他隐喻心 很圣 就是也不选择对象 连禽兽也是 磅是禁锢 或罪如是 所以这个是 这个恶报 就真的是很可怜 这两天 新闻上有个新闻 就是借钱 有一个人好心借人家钱 那么他还要 结果欠债的人 还来打这个借钱的人 借他钱的人 而且还是个女众 所以现在的人 跟以前的社会 真的不一样 差很多 差很多 本来欠人家钱 应该还有惭愧心 还要不好意思 结果还要 还反手打人家 但是我们对这样子的人 虽然就是一个悲悯心 就是一个悲悯心 在未来生中 他这也是 我们也不要轻视人家 他终究如果说 如果说跟佛法 还是有结到一点点 举手低头之缘 那么在未来生中 他还是慢慢的 会渐渐遇佛法 业障消禁的时候 还是会渐渐的 再跟佛法结上善缘 那一点点小善根 就会还是明显加倍 佛陀还是明显加倍 也会让他慢慢的转变 所以佛真的很伟大 再差的人 他还是把他 当自己的小孩一样照顾 当自己小孩一样的照顾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他的经文 是 告瑟利佛 人无知能中 莫说此经 因为这样的状况 有这种 毋谤经典 有这么多的故事 有这么多的恶业 所以 我跟你讲 在没有智慧的人中 我们千万不要跟他讲 这个法华经 免得他做毋谤之业 所以我们还是要求生极乐世界 现在的人 你要度他很难的 真的很难 有时候我会被磨到 常常有感觉到被打败的感觉 自己常常有这种感触 因为你现在的人跟他讲佛法 他会用他的心态看你 我们也不清楚他想什么 他到底在意什么 我们也搞不懂 我们只是一片热心跟他谈讲 他也会用他的有色的眼光在看 所以 常常会给人家会误会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很难 再怎么修的 再怎么样子 保护自己 不让人家误会 就算最亲近的律师 实践的律师 都还是给人家毁谤很大 所以这一点上 现在众生很难能够帮忙 所以以前在《法灭经经》 还有 有些经典人提到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 真的好的修行人 就经常往山里面走 就隐盾在山里 所以很多正果的阿罗汉 他是在山里面 那就比较没有出来了 不过末法时代是这个正果的少 是非常非常的稀少 还是这一句佛号最重要 我们那个广青老和尚 我们真的很有福报 我们台湾有一位广青老和尚 真的是大福报 大家是公认他是有秀有正 他遇到任何人都是这样 你就是吃素念佛 一爱两户卖假把 两户卖假把 他都是这样子开始的 去跟他顶礼 他都是坐在那里默默顾语 以前亲近他的那些老菩萨 都是这样讲 我还遇到有一位年纪很大的书家众 以前也是亲近老和尚 他跟我讲一个 他说老和尚他真的是很重修 你要知道怎么修 这个很重要 有一天这个老师傅 他去拜见老和尚 跟他顶礼 结果老和尚问他说 你怎么修啊 结果他说 我在寺庙里每天就是打扫 擦佛桌 结果老和尚就跟他 就跟他说 这样一声 意思是不认同 他就问老和尚说 老和尚我有什么做错吗 老和尚就眼睛睁了大大的看他 你又不是庙工 你又不是来做庙工的 意思是说 你要知道修行比较重要 这个当然 扫地擦佛桌 那是很重要 没有错 但是你要知道 扫地擦佛桌是 原因在哪里 你要知道修行的重点在哪里 解脱生死 这个很重要 他的意思是这样 要有这个智慧去认知 不是只有修福报而已 修福要还有修慧 如果没修慧就没办法了 好 我们来看 464页 经文 若有利根 现在底下是在讲 前面是在讲 有些这些人没办法 这无智能中不要说这样的经 那底下是在讲 什么样的人可以为他说呢 若有利根 智慧明了 多闻强势求佛道者 如是之能乃可未说 这一段呢 是在劝说 有菩萨种姓的人 比较利根的人 可以为他讲这个法华经 这个利根呢就是 他在智慧过去身中都有重这个善根 这是除了菩萨种姓 还有 这个 声闻原觉也可以 但是声闻原觉也是要看他状况 但是一般来讲在佛事的时候 只要他正罗汉了 那就不可能再棒这个法华经 在佛在的时候佛会引导 他是不会毁谤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若人曾见一百千佛 植诸善本 身心坚固 如是之能乃可未说 就是说如果有人 他过去生 他曾见一百千佛 植各种善本 植诸善本 素质得本 身心坚固 对于佛所讲的 很深的相信 如是之能乃可未说 那么这一段呢 是在讲这个发菩提心的菩萨 我们也可以是为他讲这个法华经 这很重要 如果对方真有这个根气 我们就要赶快为他讲 所以讲说 讲说读写礼拜 礼拜供养 读诵 这个受辞这个法华经 很多人问说 师父他怎么可能 这个送法华经怎么可能就能正果位 或是就能一下福报那么大 这就好像你到哪里都送法华经 就好像在人世间 你把灯塔到处 让众生知道灯塔在哪里 指引众生之方向 你看那个功德多大 而且又是最殊胜的灯塔 在茫茫的黑夜当中 有一个方向让众生 碰到这个灯塔 不管他 不管他看到这个灯塔 是不是 就是说 是不是能够认同这个灯塔 知道他是个方向 不管 不管他是不是知道这个方向 至少他看到这个灯塔 至少他看到这个灯塔 那这个功德就很大 让他有个机会遇到 所以我们要常常读诵 受词 那么有人也问 那师父那么 我没有为人讲 可是我这样送法华经 为什么功德也就那么大 好 这个法华经是经中之王 他是 他就算没有人在听你送 光只是实诵这个法华经 佛他本身度化所有众生之本怀 都在这部经里讲尽了 他的整个格局都讲透了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智慧 一个非常大的善根因缘 那会让我们成佛这条路上 会速度会很快 因为你等于是种很深之鹰 那个鹰未来是长一个大的菩提树的鹰 就是像好像田里面的种子 你种草的种子 跟种蓝花的种子 跟种那个樟树的种子 还是种菩提树的种子 那一种子不同它长出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种法华经 这个经文的种子在心里 那这个种子又跟诸佛菩萨的心又相应的 明显加倍 会让我们的心里面 身心这个种子很快的发芽长大 所以它是迅速可成佛 种什么鹰得什么骨 还是在因果里面 何况读诵授词的时候 又不是只有我们在诵 还有诸佛菩萨的护词 还有无量的 有形无形的很多众生也在护词 也在护词 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都 诸佛菩萨 十方诸佛都在护词这一念佛号 何况金中之王的法华经 好 我们现在看这经文 若人精进 常修慈心 不习生命乃可未缩 如果 这个人是很精进的人 那么我们也要为他讲这个法华经 这段是 讲对于针对修精进波罗蜜的 前面是讲对法普提心的 那这一段是精进 常修慈心 慈悲心可以让我们 能够真的忘掉自己 所以不惜生命 不惜生命 他会觉得自己不重要 别人才重要 就为大众之心 所以这个精进的意思 不是那里拜佛拜很多 精进的意思是很要求自己 去体会慈悲 体会智慧 怎么样子忘掉自己去利益众生 这个才是精进 这才是精进 所以有些人他 他就一直只是在诵经拜佛 其实是 这个也对 不是不对 但是呢 一定要有一些时间 能够出来跟众生接触 利益一下众生 然后去体会为大众而忘自己 我们要常常有这种想法 常常把心好扩大出来 凡事为大众 自己不重要 大众比较重要 这时候就会把自己的面子 把自己的很多的忌妒 这个也都会放下 因为大众比较重要 我们就会希望让好人藏出头 就会有这种心 因为很希望比我们优秀的人 能够长出头 因为大众比较重要 我们自己就不重要了 所以这时候面子就会比较放下来 这个是 常修慈心 不惜生命 若人恭敬 吾有异心 离诸凡于独处三者 如是之人 乃可未缩 这一段呢 是在讲修禅定 波罗蜜的 就是 这个 这样子通常都是在山里面 独处三者 所以 若能恭敬以恭敬心 去修 然后 吾有异心 这吾有异心 就是指不放异 心不放异 禅定 就定在那里 心不会跑 没有放异 离诸凡于 他离开很多 就是 离开一些 凡夫愚痴之人 那么他就在 这个水边 山林里面 就这样子 打坐 独处 这个独处 在现在不太适合 现在不太适合 最好在现在这个时代 跟大众修比较好 不要一个人跑到坟墓啊 或山里面 就去修 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很用功 但是事实上 这个危险度太大 风险也太大 这个时代太乱 还是要以重靠重 但是呢 离开凡于倒是有需要 如果对方 他实在太 会引导你斜持斜见 那么你就要离开了 那适当的要保持距离 因为长根斜见的再快 对我们其实是很大的伤害 法身毁灭了 会很大的伤害 因为我们帮不了人家 我们会被受人家影响 而且也会 人生很短 会被拖住这个没有必要的时间 浪费掉一些没有必要的时间 因为常常就变成聊天就聊完了 时间就喝完了 喝个茶一下半小时 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就没有了 然后咖啡喝个咖啡 也一下子 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讲个电话 也一下子 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那你人生有多少时间 常常这样子 时间就这么没有了 所以我那天 有一个工修会的会长 他来到我那里 他带了好几个人来 他每个月都会来一次 我就谈到我们天台的祖师们 就有一个祖师 他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他就是拿一把短箱就插在 每次会歌就插在旁边 等那箱烧完了 大家重点讲完了 他就走了 就赶快去用功了 就不要再拖时间了 重点交代完就好了 这个意思是说人生无常 他常告诉人家 人生无常赶快用功 赶快用功 闲杂之话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 时间都浪费在讲电话 喝咖啡 常常都是这样 时间就没有了 比如说网上一天工作 那么辛苦回到家里 一通电话讲很久 就差不多一个晚上就没有了 因为你还要吃饭 还要洗澡 是不是就没有时间了 你连用功的时间就没有了 所以一定要珍惜 珍惜我们自己现有的 真的 真的体会到的 会觉得时间都不够用 好 我们来看 今天我去看高生传 高生传 高生传 你会提到百丈禅师 他睡觉也是 稍微只是靠一下而已 睡觉 他光睡眠都只是往旁边侧靠 没有躺下来 侧靠 就这样睡 就这样睡 你看 所以我师父忠心和尚 忠心和尚他也是这样 他也是没有躺下去睡 所以 像每次我去见忠心和尚 他都只是跟我简单 他谈话绝对不拖久时间 是话讲完了就差不多了 就跟我讲说 好 我们今天就这样 好 然后就进疗房用功了 他这个是二十年来如一日 我十七年前跟他住的时候 住一年 他就是这样 二十年来如一日 都没有改变 那个风格 那就是一个老实修行 我师父也是 我师父 那个照音和尚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好 我们看下面 我刚刚这个补充一下还没讲完 这个离诸凡于独处三者 现在为什么不适合独修呢 因为你的独修很多的障碍你 你是想象不到的 想象不到的 独修呢 常常会有些东西 因为君子圣独 君子圣独 就是要谨慎独处的时候 君子 要谨慎在独处的时候 因为独处的时候很容易放育自己 这是第一点 很容易放育自己 所以有一些行为思想 就容易会 因为别人看不到 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放松 然后甚至违背的戒律也都可能 那再来呢 诵经如果很用功的话 诵经持咒还有一些你也想象不到 光是面对无形的众生 你也就很难能想象这个 这个层面又是很大的层面 这个对修行者来讲 又是一个很 你很难想象的层面 如果我们的心态各方面没有很正确 也很容易会出问题 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在这一点上 千万要大众修 不要独处修 那大众修有个好处 有个好处 有个好处 因为大众修 太坚 大家互相的勉励 所以你会不知不觉的就很勤快 会让我们这个比较怠惰的状况 就慢慢的化掉 一看到很多人 我们再怎么样 也会跟着大家一起随众 随众 所以呢我常鼓励大家 一个礼拜能够有一次共修比较好 一个晚上 大家忙 忙的话能够常常去共修 常去道场共修 我鼓励大家回道场共修 当然要政治见的道场 好的道场 那么像我们这里就有个念佛会 然后还有其他道场 他们都有共修 那么要把握 常常把握共修 因为共修有非常多的好处 你们很难想象 它是一个人独修所没有的 好 所以这个是 共修又 结得善缘又广 以修福修会 结得广 结得善缘又广 好 那天我在寺庙里 谈到跟大家讲课的时候 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 那个 如意法师 如意法师往生 很多出家众都去帮他祝念 轮班祝念 祝念六天 那个往生前断气前 前六天开始祝念 开始祝念 祝念到第六天 你看都是出家众 去跟他轮班 去跟他祝念 你看他结得善缘多广 很不容易 往生的时候有很多的道友们 出家众都去帮他祝念 这个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他是在世的时候 他就是常跟修行人 结得善缘 那些人都很谦虚 很谦虚 很随和 跟大众就是那种 那种互动的好的缘就结起来 他在这临终的时候就用上了 临终的时候 最重要的那一刻 那我有听当场祝念的法师 正好断气的时候在他旁边 他就看到内向 上次有跟大家报告过 但我现在是要 比较强调是这个 结了这个善缘 所以我们在往生的 这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一刻 好 但我们修行是最好能够修到 不住念就能去极乐世界了 是最好 最好能怎么样 能够自主 然后阿弥陀佛事先就跟你讲 你哪一天我要来接你了 当然这样是最好 可是我们一般人没办法这样 所以往生的时候的 的祝念就关系很重大 这关键很大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 所以大家能够多去参与祝念 祝念团都参与祝念 有祝念的机会多去参与 然后在我们很健康的时候 我们多去共修 多跟众生结善缘 你这样冥冥当中 你那个感召来的因缘就会很好 就会很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有看不到的很多好处 我们只是略举几个重点而已 佛报修也很快 我们未来生中 未来生中 这些跟你共修的都是你贵人 对不对 大家互为贵人 你总是有一天会互相会 不知道谁救谁都不知道 所以我有时候去帮 放生的时候去帮人家 帮众生归异的时候 我都会心里会想 现在我帮你归异 我们救你一命 未来生中 谁救谁都还不知道 所以希望你好好的修 我们未来还是个好园 还是好园 因为我还是凡夫 我们还是外凡位的众生 还没到内凡位 内凡位已经很稳当 虽然还是凡夫 可是很稳当 但是我所觉得自己 还是很凡夫中的凡夫 所以一定要广结善缘 互相在未来生中 才会更少的障碍 能够迅速成就 好 我们看下面 经文 又摄利佛 若见有人 舍恶之事 清净善有 如是之人 乃可未缩 若见佛子 持戒清洁 如尽明珠 求大圣经 如是之人 乃可未缩 就说摄利佛 如果有人 他对恶之事 他会马上舍弃掉 清净善有 清净好的人 那么表示这个人 他是见贤施旗 那他这种根器 根基的人 就可以为他讲法华经了 那么若见佛子持戒清洁 如果他是修持戒的 那他也很用心 如尽明珠求大圣经 那么他又是有大圣根器 那么这样的人 也可以为他说法华经 大家看到这个持戒清洁 如尽明珠 这个当然是不容易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还是鼓励大家 可以受戒就尽量受戒 那么有人就会跟师父讲说 师父啊 但是我怕自己很不清净 然后这样去受戒 觉得没有资格受戒 就我会鼓励大家 我们就是受这个戒 就因为我们凡夫才要受戒 如果假设我们是根器就很好的 这个当然也更要受戒了 但是戒本来就是鬼凡重圣 鬼犯我们凡夫之身 往圣人这条路上去 鬼凡重圣 鬼犯我们这个凡夫 往圣人的路走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要求一点自己 在佛前受戒 当然是很慎重 然后呢 以惭愧心忏悔心 常常的慎重 我们眼前的戒 如果我们有什么违犯 我们就惭愧忏悔 常常礼拜 就是拜佛 相信一定会可以守得好 只怕我们不慎重 轻视 轻喝这个戒 那这样就危险了 就危险了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若人无称 直直柔软 常敏一切 恭敬诸佛 如是之能乃可未说 如果这个人 就是有忍辱波罗蜜的精神 无称 直直柔软 他呢 身性很柔软 常敏念一切 恭敬诸佛 敏念一切众神 对诸佛很恭敬 那么这样的人 乃可未说 这个无称直直柔软 你这个人是很不 这个不多了 不多 那我们要常修这个慈悲心 但这个称 跟那个 我们要教化众生的称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时代里面 你有时候是要有点愤怒向 要教化众生 是真的要有点愤怒向 好 这个 所以 这个跟那个 这种教化的这个 这种愤怒向是不太一样 不一样 好 像现在有很多小孩子 大家都在讲求爱的教育 好 可是这个爱的教育 不能跟 溺爱的教育混在一块 或是说不管他 等于是让他 好像 他有些错误 就变成 太过纵容他 这样子就很危险 这样对我们后代的小孩子 很危险 所以这个我们对于我们的后代 我们长辈 如果他是还小 我们就真的要 就要赶快要稍微 稍微要有一点 忠道性的 也不能太溺爱他 但也不能太过严格 好 该念要该骂的还是要骂 因为这样子的话 不然他会不知道这个错的可怕 等到未来圣中 这个错误一犯下去就危险了 好 我们看下面 附有佛子 于大众中 依清净心 种种因缘 批语言辞 说法无碍 如是知能 乃可未说 这个是在讲 对于 有在弘法力生的菩萨 我们也更要为他讲法华经 就是 佛子在大众中 用清净的心 借种种之因缘 批语言辞 而说 这个 开示这个佛法 像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为他讲法华经 但是这样子的人 其实他因缘也是要看情况 要看情况 其实法华经它的格局 它是任何法 它都是能够含寿 都在这个法华经的 因为法华经就讲佛的度化众生 这格局 广大这格局 所以 八大宗派的所有 所有的修行 都是 在法华经的架构下 所以不管是禅宗 密宗 净土宗 这个都是在法华经的架构下 在历史上 历史上的 这些大祖师 他都尚且大利根的人 他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 来广为利益很多众生 那何况我们现在 以前的大利根的人都很用功 根气很利的人都很用功 有名人说禅师 阿弥陀佛再来 被批语为阿弥陀佛再法 他法华经就送一万多遍 但是 这个功夫是死功夫 一万多遍 每天一步 有时候不止一步 但是一万多遍 他一天 所以他这个 这个送的速度当然 一定是很快的 有时候我就会想说 那个 我们可以停课几个月 我一个人就关在山上 不要下来 有时候常常会有这种练统 就禁足 禁足在山上就不要下来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若有比丘为一切事 四方求法 合掌鼎授 但要受此大圣经典 乃之不受余经一记 如是之人乃可为说 就说如果有比丘 那也包括比丘您 为一切事 为佛制 四方求法 合掌鼎授 但要受此大圣经典 乃之不受余经一记 就是不受其他的 就是 这个 就是其他的经 其他的经 就是其他的四名 我们五名嘛 五名里面佛经 是其中一名 内名 就是内名以外的 没有究竟的 其他的经 余经一记 他好要受此 佛经大圣经典 那这样子的人 我们就 为他说法华经 这个是指他对佛法 非常地好要 尤其是大圣 大圣的佛法 非常地好要 我们看下面 如人自心 求佛设理 如是求经 得以鼎授 其人不复自求余经 亦未成练 外道典籍 如是知能 乃可未收 这个是指专 指求法华经 他很希望读到法华经 这个像佛过去生中就是这样 这个提波达多承受 就是教佛法华经 所以佛呢 才会迅速成佛 所以这个如是自 如是如人自心 自求佛设理 求佛设理就是指求法华经 如是求经得以鼎授 其能不复自求余经 如果有这种精神的话 以异味成练外道典籍 也不会去想其他外道的典籍 像这样的人就可以为他讲法华经 当然 这样子就更要为他讲法华经 我们看这一品的最后一段 告射利佛 我说是想求佛道者 穷洁不尽 如是等人 者能信洁 如当未说妙法华经 就是说 告射利佛 我呢 说这个 这个各种 各种相 就是 能够 上面讲的各种 可以说法华经的各种相 求佛道者的相 穷洁不尽 这种像穷洁不尽 像这样的人 者能信洁 如当未说妙法华经 这一品呢 到这里 就告了一个段落 我们下面呢 底下呢 就是我们的 信洁品 信洁品要到下个礼拜 才提到 信洁品 我们这个 这个 初离心 初离心 其实 从这个法华经当中 我们可以 越来越看出这个 我每次 早期我在诵这个 诵经的时候 我会发现这个 初离心 会越来越深 越诵法华经 身心的那个 初离的感觉 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其实这人世间实在 没有什么可以去 去 去留恋的 其实我们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 以前卡通影片 常常演那个 有一种 有一种昆虫啊 就是甲虫啊 甲虫啊 他那个 他常常用他的脚去推 推一团粪便 啊 那个虫啊 把那一团粪便啊 推推推推 推到他的槽里面 去给他藏起来 那就是他的窝啊 大家知道吗 有一种虫 他那个虫 前面会长脚 啊 那个叫什么虫 啊 笨金龟 哎 那他这个 他从前面会 长这个脚 那他常常去推 推一团圆圆的 我们不是卡通影片 常常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一幕 那我这个 今天我在 今天我白天的时候 就突然想到以前 看卡通影片那一幕 他就每天就在忙 推他那一坨 推推推推推 推到 推到窝里面去 每天就是在推那一 那一坨圆圆的 他每天只做这个事情 他往生的时候 可能那一坨圆圆的 好多坨 他就不得不放下 那一坨 他往生的时候 他就那个 那个什么时候用到 也不知道 我们人好像每天就是 每天就是在推那一坨 我觉得我们六道众生都一样 天人也一样 天人也是一样 如果讲透车一点 也是一样 他也是在忙他 忙那个 那个我们 我们那个无名未破 不只无名未破 贪嗔痴都没破 这个贪嗔痴没破 就是在 就是在 在忙 忙一些 忙一些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 等到他去投胎 他那一道往生了 投到另外一道 那个又得放下 不得不放下 那就这样忙生生世世 再怎么富贵也是得放下 再怎么样子的贫穷 那又如何呢 那只要能够送起这个法法金是 最富贵之人 所以我们人不怕 不怕这个 不怕贫穷 只怕没有学佛 只怕没有学佛 只要是不然 人不怕她 只要在这里 不怕她 不怕她 不怕她